你敢相信这是精神病人说的话吗 这思维清晰的回话 似乎颠覆了人们对精神病人的认知 这是上海市的一家精神病院 在里面接受治疗的患者 早上有固定的起床时间 而后先是做早操 让大家打起精气神 再是做一些常规检查 接下来就是一日三餐 会有专门的护士 给他们安排要吃的食物以及药剂 午觉过后 这些患者可以上音乐课 绘画课 晚上则是自由活动时间 很多患者会聚在一起看电视 这样看下来 许多人会觉得这些精神病人 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生活作息还比一般人健康许多 简直是理想中的养老生活 但是深入探究就会发现 表面祥和的背后